赏樱花历险记 小乖 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啊 我们全家要去赏樱花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爸爸刚好负责开赏樱公车 要不要一起来的 七点准时出发 很快 很方便哦 赏樱公车 不要不要 我才不想跟大家挤来挤去呢 我爸会开小白去哦 可是我爸爸说那边路不好走 而且可能会塞车哦 放心啦 我爸爸开车技术很好 车上还装GPS 不怕迷路 不然我们来比赛好了 看是你爸爸的赏樱公车 我爸爸的赏樱公车先到 还是我爸爸的小白先到 哦 好吧 那我们就明天樱花树下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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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预计为赏樱高峰期 为避免车潮拥挤 请大家多利用赏樱公车等大众交通工具 那是小光的爸爸耶 小光说周末他爸爸会开赏樱公车哦 赏樱公车看起来很不错耶 而且司机又是小光爸爸 我们明天就搭赏樱公车吧 不用啦 搭什么赏樱公车 开小白去比较快啦 对啊 而且我已经跟小光说 要比赛看谁先到耶 什么 比赛 那一定不能输 小光有没有说他们几点出发呀 好像是七点 七点啊 好 那我们就五点出发 小乖 起床了 准备出发去看樱花了 才四点吧 人家 还想睡觉吗 我们这么早出门 一定会比那个赏樱公车更早到 怎么这么早啊 现在几点了 七点了 怎么开这么久还没到啊 按什么喇叭 你干嘛提前不走啊 大家都走不动了 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啊 那吵什么吵啊你 那吵什么吵啊你 前面堵车怎么走 前面不走我也没办法啊 大家都走不动嘛 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 你躺在那边大家要怎么走啊 吵什么吵啊 吵什么吵啊 耶有耶 有耶 爸爸那边有一条路耶 没错我们就是要走那条 耶好耶 好棒哦 都没有车我们一定会赢的 哈哈一点也没错 糟了 不会吧 车子没有啊 不 大家快点上车吧 还有位置哦 哈哈哈哈 干温啊 干温啊 太好了 小乖 你爸爸的小白呢 呃 他罢工了啦 这次比赛先不算哦 呵呵呵 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机车或是汽车代步 大家也都习惯这样的便利性 但是在有些城市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其实要比自己骑车开车还要省钱省时哦 下次出门旅行时 可以请爸爸妈妈选择上市公车 客运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 不但可以省去塞车的痛苦 还可以悠闲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 让旅途更抽实更愉快哦 回去吧 谢谢大家 回到家旅行时 请不吝点赞支持安证园 下1号 还要参照